台湾将迈入超高龄社会 但是医疗资源分布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 所以经济部工研院合作开发远距医疗技术 和彰化基督教医院合作 在彰化三个沿海的乡镇 替居民进行行动的见解 打破地理限制 用现代化智慧科技守护乡亲们健康 快速的拍照就沉出一个影像 用一记照口腔状况一目了然 另外超音波还有眼底镜 也都有随收可吸板 一共有十种不同仪器 方便让医护人员可以带着走 进到偏乡帮民众进行健康检查 那我们在这些医材 可以运用在偏乡的这些长者 来带动他们的一些医疗健检的一个风气 那希望早期发现他们的疾病 来守护他们的健康 然后及早来就医 透过微型医材辅助带来三大特色 可以缩短健检时间 半小时内完成 用图文化检测更清楚掌握结果 另外就是检测项目 从13站增加到23站更多元 以前我们常常开玩笑说 台商是一卡片先走世界 我们现在的台湾的医生 必须一卡片先走台湾 那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一次 一个努力的方向 把一些像超音波 眼底镜等等 可以带到现场跟民众来做检测 那我想这样子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 我们希望能够继续的 跟我们台湾的医疗院所来做合作 科专研究团队和张基医院合作 目前先导入大臣方院补研等沿海乡镇 提供社区健康筛检多样态服务 未来预计将举办超过5000人次的远距行动健检服务 东森财经新闻中文报道